作词 李宗盛 阿弥陀经要解 尊敬的诸位毕丘大德 诸位沙弥居士 以及观看直播的诸位善知识 大家下午好 大家请翻开本子 第十九面 倒数第四行 宴会须舍至究竟 方无可舍 心静须取至究竟 方无可取 故妙踪云 取舍若即 则 与不取不舍 亦非亦折 我们上次讲到这一段 只讲到前面的部分 后面就没时间讲完 今天接着讲 那么这一段是假 本经 修行 中药 信 愿 持民 讲到愿子 愿 概括起来 就是心 愿 二门 心 就是 心求极乐 愿 就是 愿 离 缩 婆 那么偶一大使 为我们指示出 新宿的极乐世界 是我们自心所感得的净土 所以理应 理应 心求 所以理应 心求 那么应当 厌离的 娑婆 惠土 是我们自心所感得的 惠土 那么也理应 厌离 那么厌 就是舍的意思 厌舍 不想再留恋 锁破世界 身 心 心 心 世界 一切都舍 都放下 这就是假 厌慧 厌慧 那么就要厌舍到究竟 在世上厌舍 那么就能够达到礼上的 无可舍 舍到究竟了 当然就无可舍 那么心求呢 心静 心求净土 也要取之究竟 一心一意地求胜净土 没有别的想法 就一个目标 一个方向 一向专制 庄专严妙图 那么这就到最后 无可取 所以 取到究竟了 也就入不取之力 心性当中 本来无有趣事 极乐世界 梭婆世界 都是我们心性中 具足的 我们上一次 用这个 iPad 来标示 那么这个iPad 我们这边呢 有四个画面 我们假设只是 其中的一个画面 代表极乐世界 我们上次 这个顺序掉了 现在我们取右下角 作为极乐世界 这个 左上角 作为苏佛世界 那你从这个小框框 往生到那个小框框 那么请问 在这个大的画面上 有没有取舍呢 我这里 验离 这个 左上角的 小框框 星球 右下角的小框框 有没有取舍 没有取舍 都没有离开 这个画面 那么我们现在呢 假设从这里 这里空荡荡的 没有人听经 就代表 这个 苏佛世界 那么 现在我们呢 取这个 那么整个画面 就献出 这极乐世界来了 那么这是 所谓呀 取到究竟 该舍的 也舍到究竟 舍到究竟 就是整个画面 没有 刚才 有四个画面 现在只剩一个画面 就是极乐世界的画面 其他画面都舍掉 舍到究竟 现在呢 取这个画面 取到究竟 整个画面 都是他 这就是代表 取舍到究竟 那么这里 偶尔大师 引用 妙宗超 妙宗超 是 《观无量寿佛经》 书 妙宗超 书 是 智者大师 所作的 解释 观经的 那么 妙宗超呢 是 宋朝的 知礼大师 是解释书的 那么 这一部超 也是非常的好 偶尔大师 研究 这个 妙宗超 跟连池大师的 弥陀书超 之后 非常有心得 才写出 这一部 弥陀要解 那么这里 引用的 妙宗超 就说 取舍若即 与不取不舍 亦非亦辙 这是刚才 我们用 iPad 演示 那 燕 离 索婆 就舍到 究竟 那个画面 就没有了 星球 极乐 就取到 究竟 取到 我们要的 这个画面 整个画面 都是这个 极乐世界 那么 这个 荧光瓶 就代表 我们的 信心 它能够 限一切 境界 既能 限 娑婆 也能 限 极乐 那我们就看 想 限哪一个 不 想限 哪一个 不 想 限 娑婆世界 那就舍 自 心 之 惠 土 就舍到 究竟 想要 限 极乐世界 那就取 取极乐世界 自心之 净土 要取 到 究竟 那取 到 究竟了 到 极处了 那就是跟 不娶 不舍 没有两样 那么 妙宗巢 这里是 做了一个 问答 这个问 是说 智礼 微妙 不够 不敬 无取 无舍 尽力 够敬 令人 取舍 极怪 妙力 极非 即非 上乘 这个问话的人 也都是 伯通 教理之人 所以问的也很深 他问 智礼 微妙 智高的礼 非常 微妙 微就是 精微 妙 妙 就是指 这个 妙 难思 那么这个礼 是什么呢 就是不够 不敬 心经所谓的 不够 不敬 不增 不减 范王经里面 也说到 讲八步 不生 亦不灭 不长 复不断 不依 亦不亦 不来 亦不去 都是在描述 心性的 样子 这个 理很深 所谓 深 就是因为 我们凡人 平常的思维里面 没有这个东西 我们凡人 思维当中 都是对立的 有够 有够就有净 有生 就有死 有长 也会有断 有依 就是有义 不是依 就是义 义就是不同 义就是同 那怎么可能说 又不是依 又不是义 又不生 又不灭 又不是够 又不是净 这个我们一般就能很难理解 所以叫至理为妙 那么无取无舍 既然无够无尽 那当然就不用取舍了 我们要取的是净土 要舍的是惠土 那本来都不够不尽 你取舍做什么 这是至理为妙 那现在呢 净土法门 就不同于这个教理 常规 它立出一个构境 告诉我们 缩破世界是污垢的绘土 极乐世界 是清净的妙 令人取舍 你要艳离缩破 要求生净土 那这已经乖为了 这个微妙的道理了 好像跟星星的道理 都已经不同了 这就不应该是上乘佛法 上乘佛法 是大乘 是一乘 是直指星性的道理 那么净土 大概就跟仁天城 差不多了 叫我们呢 不要造恶业 可以远离三恶道 要好好修善 将来能够生到天道 大概就跟这个差不多吧 这很多人呢 学了佛理了 对净土啊 就质疑 那么认为净土啊 是第一期的佛法 是老太婆教 他们都不明理 所以只好念阿弥陀佛了 网上极乐世界吧 那还算好 他不毁谤净土 但是对净土 并不是深信 更谈不上窃愿 那当然行就更不得力了 那么妙宗超怎么回答呢 答云 取舍若即 与不取不舍 亦非亦辙 就是欧益大师引用的这段话 取舍都要到极处 就是旧境 旧境就是没有丝毫保留了 是该舍的 什么都放下 心里再没有丝毫的挂碍 所以你想往生净土 自己问问自己 你心里还有没有什么牵挂 还有没有什么放不下 假如还有 对不起 你往生净土就有困难 该舍的 要舍到旧境 一点都不要留 为什么呢 全是假的 全是苦空无常无我 那该取的极乐世界 要一心一意地取 那请问 你是不是一心一意 你还有没有夹杂 有没有怀疑 有没有间断 倘若有怀疑 有夹杂 有间断 功夫不能成片 这就是取得没究竟 取得没究竟 里头很多水分 这个往生 也会形成障碍 所以取舍若即 与不取不舍 亦非亦者 当你真正 身心世界 一切放下 一心专念 极乐世界 阿弥陀佛 那就等于是 入了不取不舍之理 与那个真正明心见性的人 就没两样 所以这个法门妙 一般的凡夫根性 让我们一下子 就入不取不舍的理 很难 离开事项而修 很难 净土法门 叫我们不离事项 就是要在事项上 来取舍 舍缩脱 取极乐 取到究竟 就等于是 不取不舍 就入礼了 一飞一折 这个折就是车的路 车走过的这个横几 那么 不是一折 就是 那就是同一条路 那么这个 问话的人的意思 是 偏离而废事 偏于礼这边 把事给废了 那既然偏离而废事 那个礼肯定不圆满 因为事礼是 不二的 有这个事 必有这个礼 假如事要是废了 那礼一定是偏 所以他礼也没有真正明白 那这个答问 答这个人 这意思就是纠正了 问话的人的偏颇 教我们 集市而打理 从事项上修 修到最后 自然就通达庙里了 所以我们 净土学人 发心修行 只要能老实念佛 求出缩脱 求胜极乐 从事上 来做 用功 精进 不费 事上的用功 那这是最为稳当 千万不可以 直理 费事 联池大师 说过 直视而念能相继 不许入品之功 直理而心识未明 反受落空之祸 这是在弥陀书朝上的话 执着事项 勤恳的用功 一天 三万佛号 甚至五万佛号 八万佛号 十万佛号 就这么练 这是 执着事项上 要念佛 记述 只要能够 静念相继 这个佛号不间断 就不须入品之功 不须就是保证 绝对不会 虚假 一定能够入酒品 看你念佛的功夫 到哪里了 上乘功夫 就到上三品 中乘功夫 到中三品 下乘功夫 到下三品 只要你能够念念相续 乃至实念相续 都决定往生极乐世界 登连台九品 这是不懂理 但是世上能用功的人 好像没文化的老太太 你跟她说啥都不懂 但是她就能念佛 这就行了 这就将来一定往生 像我奶奶 八十几岁才开始念佛 开始还有时候念 有时候不念 一天都很放逸 最后那几年 我要求她 每天念三万佛 她就真念 雅着雅念 一开始念得很不习惯 后来就习惯了 她没有文化 一个字都不认识 所以根本不会读经 广东人听不懂普通话 国语讲经人少 她只能听我讲 所以我叫她念 我叫她去往生 她就听我 我也没跟她讲什么大道理 就让她老实念 阿弥陀佛一定来接你的 结果最后她去往生了 神志很清楚 正念分明 走的 提前两天告诉大家 自己要往生 这就是不需入品之功 那如果直理而废事呢 执着在理性上 极乐世界就在我们心中 不用求往生 生者决定生 去者辞不去 这个理 他实际上没有真正明白 似懂非懂 怎么见得他没有真正明白呢 因为他世上没有真恋佛 那理肯定就不明白 哪有明白的人 不真干的道理 没有真干 那就是因为还没真明白 所以反落 反受落空之祸 往生极乐世界就去不了了 落空了 这就是大祸临头 将来就要搞六道轮回去了 所以不必羡慕那些 通宗通教 这讲经说法都能够天花乱坠的人 这个不值得我们羡慕 你真想往生 那么就是要老实念佛 一天要有定课 至少要有一万佛号 这个离偶遇大师的标准 都比不上 偶遇大师要求的是三万佛号 最低 那我们呢 如果连一万佛号都念不下来 那你就是费事 把事项用功给费除 那就怕你到时候反受落空之祸 那这里有人就可能说了 我听说 这阿弥陀佛的本愿呢 就是要接应我们往生 我们是要靠佛力往生 不是靠自力往生 自己用不用功 只要你想去 阿弥陀佛一定会来接你的 你何必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 他还举一个例子 说呀 就好像 你上了这个公共汽车 远程的汽车 上了车 你又不懂得路 也不知道目的地的方向在哪 甚至你也不懂开车 那车的性能什么都不懂 那司机说 你上来 我就把你送到目的地 甚至你在车上睡觉都没问题 醒了之后 到了到了 就可以瞎说了 他是用这个比喻来比喻阿弥陀佛 就像那司机一样 他帮你接到极乐世界去 你睡觉都可以接到极乐世界 这有点像日本那种 本院念佛的这个说法 完全不用自己修行 你就睡大觉都能睡到极乐世界去 这个如果你理解偏了 很危险 就是这里 奥伊大师和廉池大师讲 直理而废事 实际上你没有真明白道理 反受落空之祸 那现在相信这种说法 所谓本院往生那种说法 很多人 因为这个让人很轻松 没有压力 现在人的压力都很重 那么有一个方法说 你可以什么都不干 随大教都能往生的 大家都很愿意来学这个法门 那刚才那个比喻 要知道 也不能说是错 阿弥陀佛的车来了 你上了车 那阿弥陀佛一定把你运到极乐世界去 但是你得上车才行啊 你可不要在那车站随大教 把车给误了 现在的人还没上车就开始睡大教了 他就以为自己很安稳了 反正阿弥陀佛一定会把我送到极乐世界 他都没上车啊 我们至少要啃上这个车 啃上车就是怨 愿就是这里的 说的心愿耳门 愿离所破 心求极乐 我愿离我现在所处的地方 我心求要想去的那个地方 那就是你要上车才行啊 你都不上车 怎么代表你有这个愿呢 那你连愿都不想 不想去修圣极乐世界都没有了 那当然不能往生 欧义大师讲 得胜与否 全有信愿之有 这个信愿不能把它看得太浅了 你以为我听到极乐世界好 点点头 行啊 就去呗 不去就白不去嘛 去吧 反正个个都去 我也去吧 这个愿很浅 假如现在说你可以挣一百万 那你就想 那我先挣一百万吧 反正到时候死的时候 肯定能去极乐世界 再给你挣一千万呢 你就再挣一千万 还有五欲的境界现前了 不怕了 这尽情享受嘛 反正我到死的时候 肯定去极乐世界 是吧 所以尽情享受吧 人生在世 是吧 那就那么短短的时间 所以尽情的享受 人生得意虚净欢 莫使精尊空对月 以为死的时候 阿弥陀佛一定来结 错了 你那个愿本身就不真实 不真实的愿 不能感到阿弥陀佛来 善导大师讲 一切都要从真实心中做去 那讲这些本愿念佛的方法的人 多半引用善导大师的这个理念 所善导大师讲的 这个法门就是靠佛力 你就只要靠佛力就行了 这自己根本不需要 持戒念佛都可以不用 这所谓的安心法门 这个心能安吗 这叫自我麻醉 你看善导大师 他是什么样羞耻 净土圣贤录里面记载 他是持戒经言 过了中午 连飞时僵都不合 修头脱合 从来没有啊 过意去看女人一眼 持戒经言 然后每天在自己的这个 疗房当中念佛 跪着那里念 念到筋疲力尽 满身大喊 才停止 念到什么呢 每念一声佛号 就口里放一束光出来 那不是真诚 精诚的念佛 不可能有这种感应 如果你真学 善导大师的思想 那就应该学 善导大师的行持 你才是真正善导的 嫡系的门生 私俗的弟子 不能够断章取义 就拿着这个 善导大师一两句话 就来自我麻醉 这不是善导大师本意 善导大师 在长寂光中啊 都哀叹了 你把我的意思给错毁了 而且宣扬 那种错误的 这种讯息 那就自害害人 所以 欧依大师要解 这里又说到 舍不从事取舍 但上不取不舍 即直理废事 即废于事 理义不远 若答全事及理 则取一几理 舍一几理 一取一舍 无非法戒 故此信而明愿也 舍就是假舍 假舍你不从事上去取舍 意思就是说 你没有真正在事项上修行 念佛 持戒 像善导大师那样 像奥义大师那样 真正精进用功 那你只是 纵理性 理上不取不舍 而废于事 这个 那实际上是什么呢 既废于事 理义不远 换句话说 你还是有取舍 你没有真正不取不舍 你取什么呢 你就取 那个偏重于理 而废除于事 取这个 舍什么呢 舍事项上的用功 你还是有取舍 那你偏于理 而废于事 取理 而舍事 你的取舍 很分明啊 你没有不取不舍 那倒不如 取事 而舍理的人 为什么呢 你取理 而舍事 既既然已经废了事 事项上用功废了 那你的理 一定没有源通 那你不是修的 真的大乘法 你的理是有爱 不是无爱 那真的不如 那真的不如 取事舍理之人 就是廉池大师讲的 舍理 就是着理 而废事 就落空 着事 而废理 还能露品 为什么呢 因为有事 必有理 事跟理 不二的 虽然你不明理 但是理 已经在其中 不会说 你不明白理 那就没有理 没有那个道理 有事 必有理 那如果你能通达这个理 就更殊胜 若答 权势 极理 这答 就是通达 道理明白了 你才能真信 理不通 信的就不够神 所以我们学净土 为什么一定要深言教理 就是要达全世纪理 才有深信 且愿 才能够保证 往生 有人就反对说 我们净土宗 本宗的 这个 教典很少 就是净土三经 顶多后人们 再加上个 华严经 普贤行愿品 跟这个 楞严经的 大师之念 佛缘通章 其他的都不需要看 什么天台宗的 华严宗的 不需要 说得很好听 说还原净土的本色 把净土跟别的宗 给对立起来了 好像互相不能都 贯通 融通 学净土的 不许学天台 天台的教理 不能解释净土 华严的教理 也不能解释净土 换句话说 就批驳偶尼大师 弥陀要解释 用天台教理 解释净土 优习大师的 袁中超 也是用天台教理 解释净土 错了 连池大师 迷途苏超 用华严的教理 解释净土 也错了 净土就是净土 那就是 叫你们不要明理 你要知道 所有的大乘的教理 都是解释净土的 善导大师讲 世尊所以兴出世 为说弥陀本愿爱 偶尼大师解释 弥陀经里面的 释迦牟尼佛的话 我与五座恶事 行此难事 得阿罗多罗三秒三菩提 为一切世间 说此难信之法 就说明 释迦牟尼佛到我们世界来 为了说什么法 就说净土法门 难信之法 他实现成佛 然后 讲经四十九年 说法三百余会 目的都是为了 叫你们信这个难信之法 念佛求生净土 这是佛自己说的呀 那如果你对净土的信心不够深 那必定要借助其他的经论 不然佛何必要说别的经论呢 因为佛来这世间 就是为了说净土法门 就是为了说弥陀 就是为了说弥陀本愿海 那为什么还说别的经论干嘛呢 就是因为众生信得不深 理不通达 所以佛只好取位方便 说很多很多别的经论 最后引导你归入净土 所以净土法门是 十方诸佛同赞 千经万论共治 只归到这个极乐世界 那一般的根性的人 确实要信这个难信之法 就不容易 如果真的那么容易相信 佛就不叫他叫难信之法 叫异信之法 那你能够信难信之法 怎么能做到 那对理要明白 所以我们要花时间 想讲这一部弥陀要解 这个弥陀要解 就把净土的理说透 他用的是天台的教义 没错 那你不要以为 天台教义就是 跟别的宗又是对立的 不是 这不是智者大师本意 智者大师立天台的教义 实际上就是概括了 释迦摩尼佛一代识教 所说的一切法 不是说跟别的宗对立起来 我自己崇尚自己 这一门的特色 不是 他这一门就是 总结概括 释迦摩尼佛的一切经论 那这个门户之间的问题 在明朝已经是很突出 大城八个宗 各立门户 谁也不服谁 都认为自己高 别人的宗不如 修我们这个宗 就不许修别的宗 是门户之间 所以偶尼大师 针对这种实弊 他自己虽然 是私塾天台 天台中他自己学 他没有投到哪一个天台 祖师门下去 当然 他也倾尽过游戏大师 是天台祖师 但是当时偶尼大师 正在参采 没有去沿天台的教理 那么偶尼大师 这是古佛再来 把天台宗研究透了 但是他不愿意做天台的子孙 就是不想接天台的一步 为什么呢 就怕大家看到 看到偶尼大师属于天台宗 别的宗就不学了 其实偶尼大师的著作 既有天台宗 也有维始宗 也有禅宗 也有净土宗 也有律宗 都有 几乎八大宗 他著作都涉及到 那老人家 自己不做天台子孙 也就是告诉大家 每一宗 每一派 都互通了 本来就是一家 都是为了更好的诠释 佛陀一代使教 所以可以取长不短 所以不能说 我们净土宗 就不要别的宗的教理 那天台的教理 确实是 丰富 博大精神 可以把人讲得明白 你这个理不透 不是深言教理 你这个理确实不能透 那你的信总是不深 所以应改 特别是知识分子 多半都属于 比较 就是好 勤学好问 好问就是他很多疑 所以才会有问题 那就要把我们的疑问 彻底的清楚 那么用天台的教理 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学这个 弥陀要解 学这个 阿弥陀经要解 变蒙超 还有原音大师的讲义 这两部 是最好的 要解的讲义 我们书 现在 这个 法海寺印出来的 都记到了 这 变蒙超 大家可以 取一塌回去 讲义 大家应该都有了 那么 这个 原中超 好像也印出来了 大家想要研究 弥陀经 这些参考资料 是必备的 那么 我建议呢 大家呢 注解 也不要看太多 先看同类 比如说 我们依 弥陀要解 那就依 这个 原音大师的讲义 还有 变蒙超 当然还有 老和尚讲义 那就比较浅显 那么 变蒙超 那都是依 天台的教理 这是 印光大师 鉴定的 印光大师 以前讲 弥陀要解 就是依 变蒙超讲 那么 这是 总天台的教义 先看 这一类 还有 原忠超 也是天台 可以一起参看 那等到 将来 有机会 我们可以 研究 弥陀 输超 这廉池大师 这属于 华言 教义 那有另外一个 思想体系 这不要混在一起 来学 可以分开来 除非你 根性 根性 很好 那个 没问题 那么 如果 你的吸收 能力 有限 先把天台的 教义 先吸收 我们 这里 不是天台 中的 学院 所以 不会 单独 讲天台 中的 教义 但是 在讲 这些 注解当中 其实都已经 把天台 教义 讲到 然后将来 讲弥陀 书超 的话 我们就 讲 华言 的 教义 教理上 就是这两大 体系 最丰满 天台 跟 闲手 闲手 就是中华言 所以 要 立明 才能信神 通达了 全世纪理 事项上 用功 用到近处 该取的 取到近 该舍的 舍到近 这全世 就是理 这才具有 大成的 正信 那么这个时候 取一级理 舍一级理 这个达到理性了 理性 虽然说 不娶不舍 但是 不妨碍 取舍 如果有妨碍了 那就是有爱 这个理 怎么能有爱呢 这个法界之理 是 似无碍 理无碍 事无碍 理事无碍 事事无碍 那如果说 直理 废事了 那就理事有碍 所以 打理 而在世上 精情的用功 这就是 入理事无碍 经济 那 这个取 不是也是理啊 舍也是理啊 啊 理事周辨 所有事项 事都有理 取这个事 也是理啊 舍的事 也是理啊 所以 一取一舍 无非法界 法界 就是讲理体 刚才讲到的 似无碍 法界 在这样的一个 信 信念的基础上 发愿 求圣极乐世界 那叫 打理 而 这个 行事 权势 极力 那么 这里可以举一个 比喻来讲 原音大师 举波跟水 全波是水 那么波就是水 水也是水 波代表 事项 水代表理 那么 水跟波 他这里讲到 都是同一个 诗性 诗性 代表理 那这个比喻呢 可能一下子 有时候还反应不过来 我们就讲 冰跟水 就更容易理解 冰是水结成 冰就是水 那个水的本质 就是HRO 它就是这么个化学结构 冰也是这个化学结构 液体的水 也是化学结构 那那个水蒸气呢 气体 也是HRO 化学结构 一样 事项上 有固体的水 有液体的水 有气体的水 事项上有不同 但是理上呢 就是这个性上 都是HRO 是吧 所以冰 也是水 水 也是水 水蒸气 也是水 那么 全是 即理 所有的事项 就是理 那么这里 比喻 我们现在 念佛 舍离 会土 心求净土 这个就是 起大乘正信 发大乘的宏愿 称信而修 打理而修 所以这个是属于 信而明愿 前面说了六信 在六信的基础上 发起这个大愿 那么后头的行 念阿弥陀佛 那就是 那就是 乘信 祈求 好 那么愿 这一门就讲完了 那么这是净土三资粮 信愿持明 三个 讲了两个 现在讲第三个 持明 言 直持明号 一心不乱者 明已昭德 德不可思议故 明号亦不可思议 明号功德不可思议故 使散称为佛种 直持 灯 不退也 这一段 就是 为我们 说明 妙行 妙行就是 直持明号 直持明号的目的 就是往生净土 往生净土了 才能够证明你所信的 圆满你所愿 所以没有行 前面的信愿就会落空 信愿行 这三资粮啊 缺一不可 古人所谓 如顶之三足 古代的顶 这三个脚 要一个脚崩了 它就倒 所以 这里 也再次 给我们说明 净土法门 信愿 持明 为终 不能说 我光要信愿 不要信 从上本愿念佛 那种人 他就是光要信愿 不要信 那行不得力 反过来证明 他的信就不深 愿就不切 就好像 你现在 想要考大学 那你必须要 自己啊 用功啊 复习啊 准备考试啊 你说 我想考大学 我愿意去 有愿 但是没有行 每天吃喝玩乐 去party 去 去这个 网上 放街 不复习功课 那你的愿 何在呢 这个空愿 假愿 因地不争 果昭于去 所以你要想往生 西方极乐世界 你说 我就不肯念佛 那你的愿 肯定是假的 你自己可以骗自己 麻痹自己 但是阿弥陀佛很清楚 他不会被你骗的 他想救你 但是 你没有真想来 阿弥陀佛不会勉强你的 他不会去拉人 拉信徒 那都是凡夫干的事 阿弥陀佛怎么会拉信徒 你愿意来 非常欢迎 而很容易来 你只要愿意来 我包你来 我拿着大莲花 把你借来 你不用管 极乐世界 在哪边 我怎么去 这些都不用你管 你只要愿意来 就行 但是 你要是不愿意来 阿弥陀佛不会硬拉你 阿弥陀佛 恒顺众生 他会等待你 将来圆成熟 什么时候圆成熟 你什么时候真相信 真发愿来了 阿弥陀佛就见你 真相信真发愿 是什么样子的呢 必定是你阿弥陀佛 必定是持戒 必定是用功修行 就生怕自己用功不得力 持戒不经验 恢复了阿弥陀佛的 一片慈悲 所以自己一定是用功 那才表示你那种诚意 实际上 你的用功 持戒也好 念佛也好 修善也好 做任何的功德事情 广修六度万恨 都是表现你那种 愿意来极乐世界的诚意 实际上是不是靠你修行 而去极乐世界呢 不是 你自己修行 根本不能去到极乐世界 净土法门 真的是塌立法门 就靠佛力 不是靠自己 别以为你自己修得很不错 就肯定能往生 那个人修得很差 就一定不能往生 你不能生这个高下降 因为这个法门 是凭阿弥陀佛本愿力 接眼的 而本愿的 这个唯一的条件 就是你真信真法愿 乃至十年 若不生者不取正确 那这个愿文讲 要置信信愿 不是 这个随随便便的心 无所谓的心 当玩似的 你跟这种心 来信愿 那不要说乃至十年 乃至十万年 十亿年 都往上不了 所以全在信愿之有 而信愿在哪里体现呢 就是看你 是不是平时 真正在持节修行 自己尽最大的能力 尽心尽力 这就行 那每个人 根性 因缘 环境 客观条件都不同 所以每个人尽心尽力的 这个达到的标准也不同 你看那个五逆十恶的一生造业 他到临终才十年 那他尽心尽力了 他能尽心尽力 就这十句佛号 还不到十句佛号 像唐朝的詹善和 他念了几句佛号 就往上 但是他的几句佛号里头 就是尽心尽力 这是至心 信愿 那有的人 你像善导大使 天天十万佛号 永明言说大使 也是天天十万佛号 晚上都不睡觉 善导大使 也是晚上不睡觉 不倒扮 常行 波周三明 这是尽心尽力 那他的根性好 标准就高 程度就高 但是那个尽心尽力的 那个至心的程度 大家是平等的 那个五逆十恶 他能念几句佛号 就已经是至心 因为他能做到就是这样 你让他行波周 他行不起来 他病在床上 已经病得 这个蝴蝶叫娘 他怎么能行波周三昧呢 不行 他只能念那几句佛号 但是他是至心的念 能往上 那上导大使 他能行波周 他就行波周 这能往上 假如他能行波周 他说那我就念几句佛号了 这就不行了 个人标准不同 你这里头 不能允许丝毫虚假 一切要从真实心中做 只要心是真实 是智心 决定往生 不看你能修多少 能做多少功德 不看你那些 就看你是不是知心 但是也不能说完全不看那些功德 说自心 这个大家都明白了 就像要求小学生 要求小学生 他只有小学的程度 那他能够做点事情 他自心 尽心尽力做 扫个地 抹个窗 都做得很认真 那就是执行 那这个博士生呢 博士生要求可能就高了 不仅要扫地 擦窗 他还会打电脑 还会做很多别的事情 那假如说 那博士说 我看的小学生 只是扫地操窗 那我就扫地操窗 好了 啥都别的都不干了 那你就不是知心 那小学生是知心 你呢 你不是知心 个人不一样 总要尽到自己的心力 这才叫置心信要 所以这件事情 净土法是异行道 没错 但你也不能把它看得太容易 为什么不容易 知心就是不容易 说说容易 真拿出知心来就难 至心 九摩罗斯大师 有个例子 就举得很好 很容易理解 他说 假如你现在到野外 遇到一群恶贼 拿着大砍刀 要追杀你 这时候你拼命跑 前面有一条河 你边跑 心里边想 我怎么能过河呢 我现在穿着衣服 是脱了衣服 游泳过去呢 还是没时间脱衣服了 直接跳下去 怎么能过河 你那心里 只有一个念头 就是过河 你不想别的 你绝对不想 我的孩子 还在学校 没人接送 怎么办 这今晚 吃饭在哪吃好 明天跟朋友 约定在什么时间 见面 不想这些事 只是一个念头 过河 那我们求生净土 也是如此 一个念头 求生极乐世界 别的什么都不想 什么都发想 这叫置心 这样的置心 一念十念都能往上 那确实很容易 念一句佛号 不是很容易吗 是很容易 而这个念一句佛号 就是一心不辣 因为它是用窒息来念 所以自己要细细地 检点自己 要真朽真感 不能自欺欺人 所以 这个一心不乱 支持名号 一心不乱 这就是行身 行得利 这个佛号 先从 誓上修 一句接一句 直指 不能说 持名就是直向 直向不就违背大乘教义吗 大乘教义 我们要离向 那你怎么还直向 这个法门 就是要直向 因为 事向直到 尽数了 就是全时纪律 前面已经说过 所以就要支持 持到一心不乱 就怕你持得不够 直向直得不深 就从直向下手 支持到 是一心不乱 这就把见思烦恼 扶断 扶和断 扶就属于功夫成片 是一心不乱的 前的境界 那么断了见思烦恼 就等同意阿罗汉 这是事一心不乱的深者 当然这也是不容易 那么是一心不乱得到了 再努力 一直支持明好 直到 理一心不乱 就断 无名烦恼 那么就成佛了 天台家所谓的 纷正疾佛 就是法身大事 那么这是讲到 我们的修行 就是这个 那本经里面 讲行文 就说到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文说阿弥陀佛 直持明好 若一日至若其日 一心不乱 这就是行文 本经这个修行方法 非常简单 持明就是修行 这个法门 不乱就是成功了 这个法门就修成 明以昭德 明是假明 德是实德 明以昭德 就是用佛的假明 这句阿弥陀佛 四个字 是属于假明 但是它代表着 佛的实德 你这么念 就把阿弥陀佛 无量级的功德 给招来了 那阿弥陀佛 无量的功德 可以概括为 光和寿 光寿无量 光代表空间 寿代表时间 一切空间 时间 所有万法 都包含在内 一句阿弥陀佛 就召来了 这个我记得 黄念祖老居士 讲课的时候 引用了一个生活 很平常的例子 以前建房子 像我爷爷在世的时候 给儿子建房子 我那时候都参与 一起建 在农村 都是自己盖房 砌 这么累积上去 房子都不高 两层楼 那么砌到上面了 人葬在上面 那个砖 底下的人抛上去 还有那些工具 那些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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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水泥的铲子 还有那些 工具 都要 上面的人叫 铲子 铲子就飞上来了 砖 砖就飞上来了 这就明以昭德 你喊那个砖头 那砖头都飞上来 那你喊阿弥陀佛呢 阿弥陀佛当然能过来 这个例子 是确实很容易理解 这就是明以昭德 所以 这句佛号 叫万德鸿鸣 你念这句佛号 就把阿弥陀佛 无量的功德 招到自己 这里 成为你自己的功德 我一大事讲的 全设佛功德为自功德 全部摄取了 阿弥陀佛的 无量功德 作为自己的功德 所以这个法门 叫果教派 待果修音 阿弥陀佛已经成就了 这个无上的佛果 现在把这个全体的佛果 赠送给你 你只要念这句阿弥陀佛 就行了 这果就得到 所以 德不可思议故 名号亦不可思议 那么名号是以佛的德来建立的 所以名号跟德是不二 所以这句名号叫万德 万德不是说只有一万 这个万是形容无量 无量的功德 就是这四个字 阿弥陀佛 所以欧一大事 在这个要解当中说 一生阿弥陀佛 就是释迦摩尼佛 欧无浊恶事 所证之阿勒多罗三秒三菩提法 阿勒多罗三秒三菩提 就是无上正等正觉 那是什么呢 就是一生阿弥陀佛 你念一生阿弥陀佛 就正无上正等正觉 释迦摩尼佛 在五座恶事 就是修这个法门 正这个法 所以名跟德是不二 名以德力 德以明显 就像世间 金以金作弃 弃弃皆尽 黄金 很贵重 那黄金所做的一切器具 当然也很贵重 比如说 用黄金做一个手镯 叫金手镯 用黄金打一个项链 叫金项链 金价贵了 项链价也贵了 手镯价也会贵 那手镯项链是那个明 金呢 金就是它的实德 那个明跟德 哪里是两个东西呢 明就是依这个德而立的 金系就是依到金 来打造出来的 全体的这个金系就是金 那全体的名号 就是佛的实德 所以成为万的鸿链 所以名号功德 也不可思议啊 所以莲池大师讲啊 举其名息 见重德而俱备 专乎持也 同百行 已无矣 一举鸿铃 阿弥陀佛 就兼备了重德 重德就是一切的功德 不仅包括释迦牟尼佛 阿弥陀佛 所有功德 包括十方三世 所有一切佛的功德 全是一句名号 寒舍无鱼 为什么呢 因为这一句名号 全体就是法界 就是心性 心性 无相 而无不相 所以一切相 一切法 都是心性 那这句名号 当然也是心性 它是一法 所以名号 当体就是心性 既然它当体就是心性 就具有 心性全体的得能 所以不可思议 所以十方诸佛 所有功德 都不离自信 那这一句名号 那这一句名号 就是自信 那所以一句名号 就寒舍 释放所有诸佛的功德 所以见重德而具备 一点没有遗留 专户 专户持也 那我们就专持名号 这就统设百形 百形其实就是外形 菩萨的六度外形 一切诸佛 修行成佛的法门 无量法门 都一句阿弥陀佛 统设无疑 这是廉耻大师说 有没有道理呢 当然有道理 既然一句阿弥陀佛 都已经包含了 释放所有一切诸佛之功德 那当然 你修这个法门 念这句佛号 你就等于修了 一切诸佛所修的法门了 所以一句佛号是大种识 这真的叫种识 种一切法 吃一切意 他就是托罗尼 他就是无上咒 无等等咒 能处一切苦 真是不虚 所以六字鸿鸣 万德具足 那么名号功德不可思一顾 使善称为佛种 只吃都不退 因为名号功德 如此的不可思议的缘故 虽然你是散乱心 称佛名号 就是念一会儿 打打忘想 打完忘想了 再念一会儿 这叫散乱心 可是这样念也有功德 能成为你的佛种 一句阿弥陀佛就是一个佛种 种入你的第八十天 将来你成佛 就是靠这个佛种成佛 所以法华经上讲 一称南无佛 皆以成佛道 一称南无佛 就是称一句佛名 就这个佛种 你就能成佛道 至于说什么时候成呢 那要看十节音乐 那个因缘是什么呢 就看你这第八十天中的种子 哪一种比较强 那么要往生是强者先前 你那个十天中最强的种子 就是你熏修的最久 力量最强的 那个种子会先发现出来 就引你到相应的那一道往生 比如说你贪心重 这个种子最强 那将来你就往生恶鬼道 你称心重 这个种子的力量强 就引你下地狱 你持戒 修善的这个种子很强 那你将来能够生人天善道 那假如你念佛的种子强呢 将来这个种子迁移你往生极乐世界 敢得阿弥陀佛来建议 所以这个成就了佛种 就要看什么时候 因缘成熟 十节到了 善根成熟了 这就能成佛了 就像法华经上面讲的 这个八万节前一个老人 见到老虎上了树 念一句南墨佛 结果八万节之后 他出家修道成功 这是八万节 这是散心 所以时间久 那如果直持呢 就是一心不乱的持名 专心 这个一切放下 那么直持名号 念念相续 那灵命宗师 必定蒙佛节 往生极法 那就是这一生 佛种就成熟 不用等来生 所以等不退位 一道极乐世界 极正三不退 左阿弥陀佛志菩萨 所以叫直持等不退也 好 这一段 迟名这一段的文还没讲完 现在时间到了 我们就先到这里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